給大家一個掌聲 我也是要尊重同學定的題目 都是講釋法和自治 其實這些問題我過去都講過很多年 在不同的範圍、不同的場面 甚至在一些座談會 又或者在80年代中 基本上草擬期間 我們都不斷就有法律解釋的問題 提出我們的質疑 當時我們非常擔心 這個法律的解釋權究竟是屬於香港的法院 還是屬於大陸的立法機關 而且大陸的立法機關 那個所謂全國人大 基本上不是一個民選的立法機關 甚至不能當是一民意機構 跟我們對民主政治認知的議會 它是有很大的差距 事實上它的權力很大 它要制定憲法、修改憲法 和選舉國家領導人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整個中國的政制的特色 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 它不是一個人民通過選舉授權的 一個政治體制 所以大家就會很擔心 究竟那個法律解釋權 是在我們香港的中心法院 還是會在人大 尤其是我們香港要實行普通法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雙方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你要維持香港五十年不變 其中一個最重要不可以變的 就是那個司法官是它必須要繼續實行普通法 普通法和大陸的那種法律的體制 完全是南而北斜的 甚至不可以叫它做大陸法 因為歐洲大陸 無論是德國、法國的大陸法 和現在中國大陸的大陸法 也是很不同的 當然本質不同的是 因為人家是那個民意機構 是選舉產生 那你這個不是 是延長共產黨的一個 一個橡皮圖章 就是行禮如宜的 大家看人大開會就知道 一般的議會當然是吵吵吵吵 甚至打打鬧鬧 他不是的 每個人在黑眼睡一舉手掌一齊舉 大家對這一種分別是很清楚的 所以既然要一國兩制 講人治講孤獨自治 但是又要《基本法》第五條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但是在草擬《基本法》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一下 那個法律解釋權很重要的 特別是那些法律界人士 很重視的人 我記得當時我好幾次 跟法律界人士開了一些座談會的時候 即是說八十年代中 我還在教書的時代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在快報寫著《社論》 所以每天都要去分析評論這些問題 我記得我跟Martin 李柱銘都經過 我一定要爭取 即是香港的草擬 一定要爭取這個法律的解釋權 在香港的法院 否則的話 沒得搞的 他喜歡他 他去幫你解釋法律 那你就死定了 是吧 當然一般刑事案件的審判 他不會故意去解釋 是吧 但是如果影響到一些很敏感的政治 有政治性的這些刑事案件 那怎麼辦呢 是吧 所以其實香港的法律界人士 都很明白這件事 他們也真的有 在那個基本法草擬期間 都有提出這些相關意見 很希望那個法律解釋權在香港 後來就經過 那個不斷的折衷談判 在我法律小組裡面 其實都經過很多次 到最後就出現現在這個基本法 第158條 就是他分兩個門位 第一個部分就是 基本法解釋權在人大上委會 這是第一款 然後有第二款、第三款 第二款、第三款的說法就是 如果一個案件到終審法院 最終判決不可退法的判決之前 法院認為這個可能會牽涉到 國家行為 或者中央和特區關係 或者國防外交的 就特程請人大施法 另外第二個說法就是 除了這些之外 所有的法律 包括基本法的條文 那個解釋的權 都是在香港總集法院 這個就是大家一個 一個折衷、妥協 或者經過談判 又體諒到香港的情況 當然也有當時的客觀環境 就是中國大陸是一個相對比較開明的時代 它從來都沒有開明過的 我們叫做比較 比較的意思就是 當時的總書記是胡耀博 改革 當時的總理 國務院總理 是這個趙紫陽 這是80年代 做中英談判的時候 所以中英談判定了一個基礎 八六七年代 八六七年代 九十年代 這個基本法草擬 中國大陸的政局 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所以基本法草擬 做到最後的階段 就開始收集 即使是這樣 在這條條文裡面 即是 共產黨那邊就堅持 即是釋法一定要掌握 在這個人大上海會那裡 但是都開放一點 就是 如果跟國防外交無關的 不是國家行為 不是跟中英特區有關的 那些東西 中英跟特區政府有關的 那些東西 就可以香港發言解釋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背景 因為 你就可以反映 從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或者九七年代 現在的五次釋法 你就看到 共產黨一直以來 都不是一個信守承諾 或者遵守條約精神的 一個政權 他是因時而制宜 因時而制宜 因人而制宜 所有法律都是 這個就更加證明得到 剛才說的那次 五次釋法經過 大家都看到 除了日前 是按照基本法第158條 就是關於那個外交決免權的問題 因為那個答案 已經牽涉到 這個外交決免權 於是中審法院就看到 這個應該讓人大解釋法律 這是不是國家行為 是唯一一次 其餘那四次都不是按照基本法 規定的釋法程序 換言之 基本法裡面沒有寫的 他都可以做的 不要說要由人大自己 我要釋 人大都勉強 你特區政府情請人大釋法 但這個很荒謬 是吧 所以 當然 有些人說不荒謬 等於他現在去 懲懲 這個法院 申請司法復合是一樣的 是吧 任何人都有權的 當然如果去到一些 這麼高層次的法律爭議的時候 用這些這麼低層次的辯論 就是沒什麼意思的 是吧 誰都可以的 誰不可以 懲懲法院司法復合 那你就去懲懲大釋法 還有基本法 第159條 規定的基本法修改 門檻是非常之高的 他不會用這個修改 基本法來對基本法本身的條文進行修改 他便利用釋法 關於政制 那個是最明顯的 在2004年那次 因為大家都希望2007有雙普選 香港人 吵怨巴閉在這裏 接著他就解釋 這個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 附件一是有關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附件二是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 他便改你了 他簡直是改了 剛才大家看到 由三部曲變五部曲 其實我立法會講過很多次 有指著林鄭月娥來罵 他的步子 特意用一步步 或者走路那個步 到後來所有政府文件都不肯改 是不是很過分呢 官媒知著 你看到這件事 你就知道 喂 他就是硬要和你包吵頸 大哥 文字上有收過是錯的 步谷一定是這個步 是不是 一定是部分那個步 大哥 你懂不懂字的 是不是 但是他都繼續 所有政府文件 政制資訊文件 全部都用那個步 你看到這個政府是多麼不好 是不是 我們說回 這個政制的部分 它是要阻塞了整個政制發展的路 因為按照基本法 原本附件一附件的規定 基本上那個政制改革 是在香港人手裡面 是不是 香港人自己去決定的 但是他通過一些程序 我計一個程序 最重要就是 那個政改方案 一定是行政長官提出來 接著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多 接著行政長官再同意 那三部曲 就是要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 那三分之二通過的政改方案 必然要是 社會上面刑除了共識 然後特區政府 根據社會上面的共識 或者他的政制改革諮詢的結果 是不是 然後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之後 行政長官同意 他不能不同意 因為三分之二通過 他不同意 我們就要對這個行政長官 行使這個不信任 然後他就要解策立法會 重選 重選之後 他都有這個機制 在立法會裡面 重選之後 那個政改方案 依然是被否決 他就下台 基本法裡面 有的 於是如果他真的怕民情出現 立法會可能會有機會 三分之二通過一個政改方案的時候 或否決政改方案的時候 那你現在就在那邊拼夢 加多一條 加多兩條 一個就是 你要搞這個政改方案 以至行政長官要寫一份報告 關於香港政制改革報告 呈給人大常委會去確認 大佬 是嗎 即是他作主 今天出現831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 這個2014年的831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 就是這樣 那這五步局 到最後又要 人大常委會確認整個政改方案 然後再加多最後一步 原本就很簡單 香港的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接著就給人大備案 立法機關產生辦法備案 備案的意思就是for reference 特區政府 即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就要他批准 批准都是行禮儀 大家對那個法律的理解 沒有得不批准 這個香港民意 是吧 即是等於英女王對那個首相 是吧 那個內閣新政府產生 怕他的頭 這樣而已 那個理解應該是這樣 當然不是了 現在就 現在無論是立法機關產生辦法 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你都是要他批准 三步谷變五步谷 所以我在 上一輪這個政改方案 那個諮詢期間 我在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會 我就對那個政改三分之二 我說你們全部都是快樂 老才 下地獄 你們下地獄 沒有關係的 你繼續做這件事 你就是 你就是奴才 你應該下地獄 這是假諮詢 說了的 最後一個結果大家看到 佔領也沒有用了 一拆九天 這個很明顯 這一次的釋法 跟香港的自治 有關係很密切 香港的政治發展 民主發展 完全就停了 所以07、08便沒有川普選 是不是 接著人們說 07、08沒有 不重要 2012相普選 可以了吧 多做五年 是不是 他都不行 07年整個 人大常委會決定 加上04年的人大釋法 2012都沒有川普選 這個是2007年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這個是不是釋法 這個決定 釋法還未夠 整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等同 基本法的法律效力 那民主派 又說 然後 2010年 我們搞五區公投 搞五區公投 原因就是 你先來一個04年的人大釋法 然後再來一個07年的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是吧 將07、08上普選 是吧 即是消滅 然後2012又沒有上普選 這是附件一、附件二 講得很清楚 除了第一、二屆 第三屆開始 就用附件一、附件二的規定 然後去到基本法第45條 以及68條 那就是你香港人去決定 他就是用這個釋法 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阻礙了你 然後再用一些政治手段 搞定民主黨 民主黨 我們2010年五區公投 是5月16日 政改方案 是在2010年的6月通過 民主黨公開宣示 反對五區公投 然後又去中聯辦 跟他密室談判 這是民主黨 我覺得他這一輩子都背負這條罪名 我們一定是追殺他的 哪怕你說我收了共產黨錢 分裂的民主派也好 這個是事實 你這一步是對香港的影響更加大 你走入中聯辦 跟著你提出一個區議會方案 跟著共產黨告訴你 立法會增加10個議席 功能組別增加5個地區政選5個 這個符合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即是比例不變 立法機關分區直選 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比例不變 符合了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又符合基本法 但是行政長官要繼續有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 會不會產生 你們沒有意見 民主黨沒有意見 即是說他覺得這個立法機關增加10席 這個是議席的數目增加了 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的人參選的空間大了 還有他可以量變而側變異性慈嚴 這個何俊仁和我張文閣 在立法會討論這個意外的時候 異性慈嚴 他說將來就可以消滅功能組別 因為功能組別有民意記錯 這五個功能組別是由香港三百多名選民投票選出來的 這個就等於變相直選了 但是他沒有說這個篩選了 你的候選人第一一定要是區議員 第二要15個區議員提名 他才可以成為候選人 然後讓香港選民 除了傳統功能組別的二十三萬選民之外 其餘的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這五個議席 他覺得這個已經是民主跨進一大步 於是可以有機會量變而側變 如果其他功能組別慢慢變成這樣選 就像當年彭定康提出的新九組 以人做單位的功能組別來投票 那香港就一定可以推翻這個功能組別 就是加入功能組別 推翻功能組別 那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不加入共產黨 推翻共產黨呢 我們和民主派最大的爭議就是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翻翻 歷史有紀錄的 立法會的影片都在這裡 遠足也上去找 找黃毓民在2010年6月 怎樣批判民主黨 這個政改方案 你看回我當時說的內容 你不以仁廢言 你不會因為你討厭我 是吧 你去看清楚我當時說的說話 是不是全部都中了 好了 經過兩屆 這個所謂直選 地區直選 和功能組別的選舉 你民主派議席有什麼進帳 請問 有什麼兩變而側變呢 2012年那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在地區直選裡面 35席 你只得到18席 但是在2008年的地區直選 30席的地區直選 你民主派得到19席 你是流失了好幾個直選的2席 只不過你在功能組別 這個新增功能組別的5席裡面 你得到3席 那個比例永遠都是3對2的 大哥 你不可能得到5席 是不是 這次不是有3對2 那最多拿多一席 那怎樣兩變而側變呢 我覺得大家要講道理 內和香港從政的人 永遠是很計較自己個人的利害 很著緊立法會的議席 所以黃毓民就變成一個分裂民主派的罪人 但事實就是這樣 這個影響很大 但我們說釋法和這個關係 就是因為釋法之後 他覺得我要下逢終生存 我就找一些這樣的空間出來 而提出這個所謂功能組別 就是那個 用匪語來講的優化功能組別 你只是優化區議會的組別而已 你有優化商界的組別嗎 你有優化工業界的組別嗎 你有優化勞工界的組別嗎 你有優化到 這些全部是由會 或者公司做單位來投票的 是完全不用選的 35個功能組別議席裡面 有20個是不用投票的 幾乎是自動當選的 真真正正是以人造單位的選民基礎 比較堅實一點 選民多一點的 就是教育界、法律界、社會福利界 或者醫學界 醫學界都未必站在這裏 未必是民主派 會計界又是 資訊科技界 可以是民主派拿到這個位 可以是建制派拿到這個位 你可以說幾個界 法律界、教育界 最穩陣的社會福利界 就是這幾個界 你可以拿到幾個位 如果到今天為止 大家都認為這些民主派 過去的香港民主 發展裡面的努力 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那香港就合該睡街了 現在的形勢已經變成 鎮壓危港獨 消滅本土派 然後統治民主派 每人發張會口證給你 你很清楚 整個形勢 對共產黨來說 他覺得最大的挑戰 就是本土派 本土派基本上是沒有承認 是我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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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到了選後 我們嚴格去分 香港真的只有十五萬四千個支持 撥倒派的選民 都是一個小數 都是微盛氣候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香港人對自治 或者自決 這個看法 跟以前很不相同 我想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很清楚 你要自治或者自決 有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日 你也不用自治 今次釋法的危害重大 因為連法院都淪陷 第一次釋法 終審法院的戲是很不順 李國能 這位大老爺 其實我跟他很熟 他卸任後就很舒服 去馬場跑馬 他以前是馬會動師 我跟他雖然沒有交往 但大家都很對談 我有一次遇到他 他已經卸任了 我們大家言談之間 他都表現出對香港的法治 或者司法制度 可能受到衝擊 非常擔心 第一次釋法和他有關 1999年 終審法院做了關於居港權的裁決之後 我記得那月應該是1月29日還是1月29日 1月29日 翌日的大公報出了一篇社論 高度評價終審法院 體驗基本法 司法獨立的精神 這個裁決是值得肯定的 亦都告訴全世界 香港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司法獨立 不是找白後說的 不是舉問 而是大公報 我在電台節目 大公報的社論讀一次 從來沒試過 那篇文章就好像是我寫的 當然這裡中間有個爭議 到今天本土派都認為這個裁決 是很吊詭的 如果你純粹站在本土派的立場 大量西移民勇來死 如果當時不是釋法香港 現在就糟糕了 你可以這樣看 但我們會從那個司法獨立 從那個司法獨立的精神 那個基本原則去看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的移民養工政府 可以有一些很多 當時我和葉劉淑然 又爭論過這個問題 和很多人在電台爭論過這個問題 有多少人呢 167 他有167萬 你找我老親 167 我當我們167 你是沒有具體的數據去證明 甚至乎捉到當時的統計處處長 上我的電台節目 質疑他 這個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對房屋是這個 說福利會構成大量威 這個就是董建華政府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 執行終審法院這個裁決 關於居港群的問題 於是他就叫阿爺幫託 這是一個惡例 第一次 所以法律界人是會反對的 當然法律界人的人 就是從那個司法獨立的原則 是吧 自治的原則來看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回到今天那些本土派 就會覺得 嘩 幸好有得釋法 他可以這樣過過過過過 是吧 是吧 因為如果不是 嘩 真是 不是眾多王寵 是吧 當然此一時彼此 所以我說這個很吊詭 但我們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從一個大局 全面去看這個問題 你已經開了這個例子 中審法院做了裁決 你取反了它 中審法院還有甚麼尊嚴呢 請問 這個是1999年 我剛才說大公報的例子就是 其實連共產黨那時候都未搞得清楚 是吧 這些全聲統都 這個法院裁決好東西來的 隔幾天就已經要變臉了 是吧 因為董建華呈請人大釋法 是吧 到釋法的時候 為了免香港出現這個 大量的內地的移民擁港 造成對房屋 社會福利 醫療 甚至教育體制 一個很大的衝擊 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所以我們人大常委會才會解釋 這個 就是24條和22條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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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反應都很激烈 這種激烈其實就是 1997之後一兩年 大家比較 任何事情都會 有些危機而成 一來就沒有了 現在沒有所謂的 大家叛逼死就死吧 我放名去賺錢 賺了錢我就移民 有死你們死 所以在今次的釋法事件裏面 我的態度立場很清楚 這兩位議員 現在不是議員 他們都是由選民選舉產生的 他那個言論或者行為 不檢點 或者大家覺得 他這種做法很少學雞 或者玩東西 這個是由公眾對他做一個評價 下屆選舉 選民可以不留意他 懲罰他 是吧 如果不用等選舉 就是立法會本身可以處理他們兩個人的問題 就不需要去到法院 在高等法院就這個司法覆案件 就是政府提出的 就是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長提出的 其實那個司法覆是有兩個部分的 一個不是司法覆 是要求他違反誓言 就是違反選舉及聲明條例 不是 宣誓及聲明條例 就恥奪他的議員資格 另外一個就是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讓他們進行第二次宣誓 就是這個決定 兩樣 那結果呢 就立法會主席又敗訴 這兩位議員都敗訴 又到上訴聽昨天 又判他們輸 上訴聽昨天的財決筒 跟高等法院原重庭的裁決有很大的分別 高等法院的原重庭的裁決 勾應常法官就說 我不用等釋法 我都可以判你輸 就根據基本法 104條 就是他的理解 以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寫得很清楚他們這樣的宣誓是不合的 而他們兩位呢 代表律師就沒有就 所謂 We fucking Gina Hong Kong is not China 或者對你的指控 你做抗辯沒有 你只是 用三權分立 用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 做抗辯的理由 法庭不接受 所以他說 我根本不需要 有沒有釋法 我都是判你輸的 但不要忘記 高等法院是11月15日做裁決 人大釋法是11月7日 你說不關釋法師 你斬了我的頭 我都不相信 所以當日他被人DQ 11月15日 我在街上做個直播 當日有15萬人看 但今次的上訴庭 裁決就是講釋法 他說 基本法的法律位階 是高於本地法律 這個大家都知道 亦都高於你立法會 這是屬於憲制的問題 法院有權干預 法院干預 是根據基本法授權 給法院做獨立審判 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很奇怪的 對吧 基本法是最大的 我們是不能談的 我一定是按照基本法 按照人大釋法結果 但人大釋法 你看看 他等於… 他不是釋法來的 這個是修法 大哥 還有追溯的作用 大哥 以後你們在立法會裡面 我之前說到 你跟梁家傑剛剛相反 我跟梁家傑說 他叫什麼 我立此傳召 反對港獨 那你說 我立此傳召 支持港獨 他叫你 因為你宣誓之後 你的言論 是違反了 你宣誓就任 這個公職的時候 那個誓言 那個承諾 那個 就能動你的了 大哥 那麼我們的理解 或者我們相信的 就是 這個是立法會 在議會裡面的言論自由 等於今天台灣 在法律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台獨是犯法的 宣傳台獨也是犯法的 但是從來 沒有執行過這些法律 所以你不但西門町 到處見到這五星旗 你一樣見到那些 台灣獨立的旗幟 是吧 公開這樣 迎風飄展 因為大家都認為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部分 你沒有著手進行 就是台灣建國 是吧 沒有動你的 那麼台灣的法律 沒有寫嗎 中華民國的法律 寫得很清楚 大哥 是吧 當然現在 我們覺得 這個主張廣獨是言論自由 這個已經是被法院否決了 是吧 所以 在一個立法機關裡面 出現接二連三的 這個所謂通過法院 去DQ 民選議員的資格 這個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都是對香港的民主發展 或者香港的自治 是一個相當大的傷害 對不對 美其明就是依法 是吧 依法治港 這個依法是 rule by law 對不對 還有 那個法是誰先下的 當然要討論到這些原則術的問題 原則的問題 已經是意義不大 正下來就是 你香港人 究竟選擇抗爭 還是選擇做順民 但是如果你依靠現在香港這幫民主派 就 都是跟做奴隸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他們也是會在一些 找一些空間來跟他們拉拉扯扯 這樣 但是整個本土派 就是因為這兩個人 就搞到幾乎散了 很明顯 本來就 慢慢開始成氣候 不過我自己又不是完全這麼悲觀的 因為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都是 都是很反中抗共的 很明顯 這個是 不過沒有位置讓你走 我就說到這裡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這段時間我就 一早就跟你們說 我希望大家可以聊天 大家可以看什麼 別舉創意的主張提出來 我來大家分享一下 衝擊立法會 我主要就是先說 因為跟他這條題目說 我相信背景都很清楚 其他具體的事情 大家可以在這裡聊天 問一下 或者你們自己都可以發表意見 在多大的同學 這是香港研究社 關心香港 這是很正常的 不過如果你移民到這裡 我去勸你便不要理 對吧 不簡單 沒有必要去理這些 沒有意思 等於我 我有兒子三文治 他經常上網看這些 我看什麼鬼 他是美國人 對吧 而且他融入了主流社會 他每天講英文 多過講中文 不像在加拿大 你住在 找個 你不懂得講英文 你不懂得講英文 周界都看到你卻是國人 對吧 現在除了廣東話之外 我們一定要懂得流利的國語 普通話 這樣 我們去到別人那裡 一個這麼文明 一個這麼進步 這麼民主的社會 結果你又計算 你叫你的意識形態就是 就是強國人 或者香港人的意識形態 請問有什麼意思 生活有什麼樂趣 人生有什麼 有什麼 大哥 我經常講加拿大 那個佔地 是全世界排第二的國家面積 只有幾千萬人 分享一個這樣的天然資源 比如我去Belf 哇 挺爽的 人煙稀小 大自然是你完全沒有被人破壞的 是吧 中國大陸 神州大地的山水都很漂亮 不過很多被人破壞了 大陸 是吧 你香港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但是你在這裡讀書 你又回香港 當然要來 而且年輕的我們 不想你做民族逃兵 你當然要回香港 跟我們一起去奮鬥 為你們的前途 是吧 為下一代的前途 所以我們這次在選舉 提出那個2047大限的問題 被人笑 你知不知道 偽命題 又說 你們又說 基本法不好 你又要永續基本法 這樣 那現在選後 就個個都說2047 個個都說永續自治 撿我們口水尾 那我又不介意 我們出了一本書仔 你可以把那本書去抄 是吧 是吧 很清楚在那本書仔裡寫完 是吧 我自己還要在選之前出了一本書 叫公投制憲 是吧 論文集 有了在那裡的 那你那些人不肯去看書 你不斷質疑我們 那就沒辦法了 是吧 你喜歡說一、兩分鐘 然後說完所有的問題 是吧 然後那些選民又投票給你 我們是合該抵死的 無計的 是吧 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是吧 但是 香港 還有30年 是2047 另一個大限 你可以說不是嗎 是吧 二十年了 差一眼 說明五十年不變 我們要求的 所以永續基本法的意思 你一定要改了第五條最少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吧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這部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今天是不是要改這條 是不要五十年不變的五個字 永續基本法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由這部基本法裏面要修改條文 是我們去修改 所以我們突然出公投制憶 通過我五區去參選 選到之後五個人辭職 接著來一次全民投票 當然不行 共產黨當然不肯我鬼不知道 那是不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做的事 基本上是做完 對我個人來說 我在立法會都提出這個全民制憲 重新立略的動議辯論 擺在議會的歷史上 是香港 即是在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 第一個立法機關的民意代表 提出這樣的議案 這個議案是大比數未否決的 包括民主派投票 歷史是會記得這一筆的 我死了之後 有些人會被解釋出來說 OK 當將來公投制憲成功 香港全民制憲成功 香港獨立之後 或者成幫建國之後 黃毓民已經掛了腦襯 但一定有人在那個歷史 即不是博物館 是很接近的 例如在議會歷史裡面 放在那裡的手指 逐字紀錄 可以拿出來看 就還我一個公道 即是在我未死之前 就不會還我公道 因為我繼續在這裡搞搞陣 所以趁家營也要繼續幫助我 但我死了之後 就應該要還我公道 OK 到你們了 好 多謝毓民 就剛才發表了很多他的 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什麼 哦 還有我們後面有彈撻 還有一些東西 是 如果大家 Casual一點 Casual一點 隨便一點 不要那麼荒蕪 所以我就坐在這裡 我想問一下 如果 香港 行 新加坡的路線 即是李光耀 那個路線 其實是 共產黨又有這樣的想法 即是 即是制度如何難 如何不碰 找到好的人才 管治 就一定可以了 新加坡呢 過去也有人提過 董卷華時代也有的 我明白你說沒有 他那個也是一個權威統治 他一樣有選舉 選舉 他完全可以操控 但最重要的是 人民的質素 不是人民的想法 他讓你安居樂業 一個高所得的國家 是吧 一個治安最好的地方 一個最年齡的政府 他找這些來補救 但他一個言論極不自由的地方 是吧 那就看你要哪一種 那幾百萬人選擇 我安居樂業 有沒有年齡政府 是吧 那我不要批評政府 我批評就是 每個禮拜天就給你一個公園 是吧 離開那個公園就不准說 那你覺得你可以接受的 就OK了 但我覺得也未必是 因為你接下來 政府的政策 都可能會出現一些 即是失誤 或者現在你出現了 房屋問題開始了 新加坡都開始來了 貧富懸殊 類似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 加上現在的新一代 你看他的年輕人 十幾歲 類似他那些人不少 不過他比較大膽一點 YouTube拍片 然後就 他現在就算坐牢 他走出來又繼續 你除非殺了他又不行 是吧 所以他都可能有機會出現轉變 李光耀不同 李光耀有整個新加坡的人民 對他都是 只有yes 不會no 背後都不敢說他壞話 也沒有什麼壞話 給你說他認為 但是接下來的政府 就不是的 你沒有了那種權威 他都可能有問題 是吧 那你現在去學他 即是共產黨 共產黨那套就不是說 我找一些精英 基本上不是精英 現在統治了一些 我在立法會經常說 狗屎垃圾一大堆 這些全部都是 雞鳴狗道出奇沒 是吧 你不是精英 我很可憐 我想問一件事就是 現在共產黨擺明是強行來的 現在這樣的獨勢 將來又可以怎樣 他都不是擺明是強行來的 他是覺得他這種不是強行來的 他是以政治 他有依法著 沒有按照法律的 人大上我會釋法 我又沒有干預你法院 只不過他會動員其他人去反對你 他都會用民意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糧油被人 叫做民意基礎那裏拿命 而這些民意基礎 不是全部他做出來的 是真的有些人覺得 你糧油是看死的 那裏拿命的 為何我經常說 這兩條油笑不耕是 他沒有預計到後果 就是這樣 李儀就不同意我這說法 第一 你們陰謀良 說他們是鬼 第二 說後果 幫梁振英助選 客觀上就是令到共產黨加強干預香港 這個後果論是不對的 你就算沒有這兩個人 共產黨也是會加強干預香港的 我的邏輯是 你沒有顧過後果的時候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你會被DQ 沒有 沒有 有你一定會做 你是學我 在宣誓玩耍是我 第二次宣誓也是我 沒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這兩個人之前 試過兩次宣誓的就是我 你覺得宣誓不耕是 代表你反對這個政權 不是反對派 你又要跟那些民主派 那些繁民有分別 於是在宣誓玩耍 就有十個八個 你這兩個就過了火位 你是沒有想過後果 還有你可不可以承擔這個後果 還有不是你們兩個人承擔這個後果 是全香港跟你一起承擔這個後果 他搞完你之後 就搞本土派 然後搞完本土派 最後就搞你民主派 你現在搞完他們兩個 就搞劉小禮 劉小禮一早說 不是啊我自決 是說民主自決 我不是民族自決 我不是民族自決 沒有什麼我港獨 這樣說這些都沒用 哪有民主自決 民主就是自決的 大哥 很傻 到現在還要說 朱開律和劉小禮 民主自決 就有比於民族自決 因為民族自決就是港獨 民主自決就不是 我爭取民主 自己決定民主 自己決定香港政治發展 不是自己決定民主 一定是自己決定人民作主 大哥 以民為主 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這不就等於自決 為何民之主決 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為何要加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不是多餘 Republic就是人民的國 共和國就是人民的國 不是君主國才叫共和國 對嗎 那你要人民共和國 那你和民主主決就不是一樣 我常常叫人讀書 那道理就是這樣 說話清楚一點點 你不要常常被人找委入 我又很少被人找到委入 因為我來說是常識 怎麼找委入 不過常識你是當知識 當是很高深的知識 沒有辦法 回到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懂得答 是吧 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看回香港人 現在真的經過這幾次之後 特別是2014年那次佔領運動之後 民主派都仍然是反對派的主流 是吧 你現在民主黨加上公民黨 都拿40萬票 在地區直選裡面 雖然比過去 他們是跌了很多票 公民黨上屆拿25萬票 今屆只剩20萬票 但他們一樣拿5席 因為比例代表制 他每席的當選門檻 相對比較低 他得票也比較低 全部低票當選 民主黨也全部低票當選 五席拿19萬票 上一屆拿24萬票 兩個黨不見了10萬票 主流的民主派 還有其他 現在新增的那些 譬如朱凱迪、劉小黎 甚至羅冠聰 這些我都把它列入泛民 不過是泛民裡面比較年輕的那些 在政治國譜裡面 只能夠這樣說 真正還是本土派 他只有一個就是鄭仲泰 那兩個從來都不當是本土派 由他選舉、參加選舉 何時講過這本土的議題 是不是 你本文前至少有搞過驅王 那些勇武行動 各樣 是不是 你聲言真正 連這些行動都沒有 占領的時候都沒見過他 都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港獨的格格尼普 從來都不敢說港獨 結果現在他就是被人用港獨的名義 DQ 就是幾荒謬的一件事 我舉那個橫額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叫做港獨 那Hong Kong is not China 那不是就不用有一國兩制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幾容易回答 這個是 法庭都要接受 法庭 所以你看他半詞沒有港獨 只是針對他宣誓 玩笑 Refucking China 你這句沒有解釋 你不莊重 這些是 是不是 你又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又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嗎 我當時就把這些字剪掉 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剪掉 全部剪掉 現在用釋法 我也是DQ 可以的了 當年2012年那次宣誓 然後第二次宣誓的時候 我都心不根停不原 有大小聲 你聽到嗎 還有宣誓之前 我還要說一段說話 我要對我全能上帝宣誓 希望他判恕我 就是我以下那個人 還要玩這些 他有學 他欠一本聖經級 你看到嗎 這些都在法庭被人拿出來說 那其他都是咬的 那是什麼呢 左手有些東西 中華 只是交叉一本聖經 所以我用小殼雞來用他 是沒有錯的 那些小殼雞 我第一個說 為何以後所有的人都用小殼雞 但是很嚴重 被你害死 但是相對來說 罵他的人是很多 我很快比較少 我是等於幫他們 因為我是反對這個 司法覆核 反對人大釋法 那現在可以做什麼呢 現在 我想 我們就不會懷憂喪子 因為我就死了 或者是年紀的問題 你撐了10年8年 還是幾年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跟他鬥長命 就是用時間去取空間 就不可以說散散 是 我覺得 有很多年輕的一代 他們都不會 接受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都會做事 剛才很開心 在現場聽你說 更加開心的是 你痛斥權貴 為民情 看回你的資料 你今年65歲 其實你走過一條路 一直都不平坦 你可否贈我們幾句 你有什麼座有名 有什麼座有名 有什麼座有名 我沒有座有名 有很多禁句 有很多禁句 很多人幫我寫了很多禁句 把我的禁句放在網上 一天還沒斷氣 都不知道誰輸贏 不要經常打算 譬如我們這次選舉 輸了之後 我跟別人說 我說不要習慣失敗 好嗎 在香港你就是不斷挫敗 你做從事反對運動的人 是不斷挫敗的 但你不可以習慣失敗 你香港人就是 你都是這樣的 那怎麼辦 又沒有槍沒有炮 又鬥他不高 然後你所謂同一陣型 又會互相殺伐 你說本土運動的少女 搞革命啊笨 發大陸 你跟他砌過 他會做你所謂自己人 那你聽完聽完 真的很無癮 那就不用管他們 對吧 我們相信 就是 上天是會懲罰這些人 所以我很喜歡陳雲那句 《黃天擊殺》 《黃天擊殺》 所以我印了一件鐵書 《黃天擊殺》 《六八九》 在外園裡買 我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就是 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同的 就是好像我這樣 或者我都不需要 像我以前這樣做事 可以換過另一個方式都可以 事實上都得罪很多人 但是我們自己想我們做的事情 相信我們說句話 就不會錯 你不可能 承認所有的人 對吧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 又起又落 香港的環境也是 現在也不是去到最惡劣的時候 我始終是相信 我們 雖然我經常被年輕人 搞得很慘 但我還是相信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想回一回應 你之前說 譬如我們海外人士 尤其是我自己 我自己 那不是很實際的 不是 我為什麼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海外人士 像我自己 譬如上網 或者和自己的家人 都是疑問過 我們經常在那裡說政治 有時候都說火龍火龍 甚至在Facebook 例如去宣揚一些事情 我覺得某程度上 我們在海外人士 可以做到的事情 除了 因為我們 可能多一點時間 看多一點事情 也可能 身在外國 我們感受著 所謂的自由 跟著 也可以帶給他們 另外一種思維 我經常都把這些說話 給香港的朋友 和親戚聽 好像我今次 9月4日選舉 我都親身回香港去投票 我們都見了朋友 親戚跟他們說 什麼政治立場都有的 有些是好建制 也有些是親戚 喜歡清淨的 什麼人都有 我會告訴他們 為什麼我會生長水園 移民了幾十年的人 回來 我就解釋給他們 我正在做的事情 解釋給他們 而普成 永續基本法的概念 當然有些是明白 有些是不知道 甚至有些是 9月4日早上 當日是訊息我 說 我知道你回來做什麼 我不需要知道你的細節 你只會告訴他們 我已經感染了 我相信我過了 至少收到六七個 這些訊息 我說你告訴我 投這個投那個 我就去吧 我叫我的朋友 他們是不知道我做什麼 但他們覺得我是 回來為了香港的 我就跟你那一套 其實可惡人士 是可以做到這個 效果 上次五區公投都是這樣 有很多在美國 加拿大的人回來 助選和吹票 所以其實都是 地心和精神一貫 我經常說的 沒辦法 如果你擺脫不了香港 你就會多些關心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從個人的生活 生活的角度出發 你想活得愉快一點 你就保管香港那麼多 你會開心一點 一個人要開心 就不要想太多不開心的事 就影響你 當然有些人覺得 我有點使命感 我在這個地方出來 我沒理由 現在不聞不聞 就算我移民 我也是找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生活相對 比較好的地方 有些人也有很多其他原因 因為家人 因為小孩子讀書 很多理由 也不是純粹是 因為政治的原因 現在的情況很清楚 譬如說 現在的會案這麼發達 天涯若備論 海內傳自己 這句話 已經可以從現在 現代的資訊科技 通訊科技發達 得到證明 譬如我剛才在那裡 做了十分鐘的直播 全世界各個地方都看到 只要你是我Facebook的朋友 又追蹤我 燈 直播 你們就看到了 剛才已經有幾千人了 這不受空間的影響 到我下一站去紐約 我去世貿做都行 我下一次去澳洲 我去澳洲 我去澳洲 又可以做 通過通訊科技的發達 天涯若備論 人與人之間 特別是同一族群的人 大家對一些共同問題的關心 這是很正常的 由關心而產生力量 這也是很正常的 當然力量會互相抵銷 有些不同看法的人 等於有些人去中領館示威 抗議特區政府鎮壓雨傘革命 也有些人去反示威 我想說 我本身也是讀法律哲學 我看到這些事 我都很痛心疾首 基本上我們捍衛不了我們的法治 唯一現在我們可以捍衛的 就是我們的文化 不會受到大陸的同化 我在想 其實有沒有可能 如果共產黨第二天 即是殖民譬如一千萬 你七百萬人 基本上你和深圳和廣州一樣 基本上都是 譬如九成的人 都不懂得說廣東話 我在想 其實 盡量救香港人 走出這個香港 就是盡量去救 跟著 市機移動 跟著等枝爆 或者任何東西的時候 這樣會不會更加是有效率地 可以捍衛到我們自己的核心價值 即不是核心價值 但其實有些事情可以做 除了你剛才說的 例如我心情在 我未死的 我現在和你鬥長命 例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自機移動 另外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例如現在 反譜教宗 這些家長可能會對 捍衛廣東話 因為你的文化不能被它消滅 這些事情在文化教育的層面 其實我們現在都正在做的 清智上 我們就等於膽純 但是在這些傳訊工作 我們會做 教育工作 例如明年 大約是三月份左右 我們會開班 在教育的部分 就會去做事 思想、訓練等等 這些範疇 大家各方面都可以做 即是你現在還有一個空間 讓你做 如果連這些空間 其實跟著23條就來 下一屆政府一定是23條 但有些人還很傻 23條就是要三分之二 不是23條 一樣是simple majority 搞定你 是不是 那時候他不拿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經過03年那次之後 他覺得23條是一個對政府 一個很大的傷害 拿出來立法 你明白嗎 所以一直隱隱不發 但是現在他覺得條件成熟 下一屆政府 如果梁振英年不認 一定是23條立法 那23條立法之後 他可以在法律裡面明文規定 進一步去限制你那些言論自由 搞這些網台 接著一步 是不是 這個是 如果到你自己掌握權力 你也是這樣做 是不是 你看到整個民情 整個社會的氛圍 對這個統治者有利的時候 他當然是盡逼的 你現在看立法會就知道 誰敢大聲罵你 你幫我留意一下 除了你 除了你 有什麼機密 你來到立法會那份文件 就沒有機密 是不是 報警 現在是 是否偷竊財物 報什麼 還是打劫 你離譜 那是立法會 所以我那件案 是一個案例 梁振英為何一定要告我 一定要告到我罪名成立 這個就是做了一個例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藍絲寫的一篇文 好 我抓黃毓民去坐牢 以後立法會的人不敢釘東西 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邏輯 對某些人 是吧 但我們就說 如果你這樣判了 判了我 以後你扔什麼 你就死了 你立法會就不能搞屍體抗爭 所以現在 馬逢國民去報警說 長毛扔他 不差勁 你沒有 你說 是嗎 其實現在立法會 用途已經很小 沒有 其實立法會也沒有用途 然後在市場裏 國企又一邊侵佔香港市場 房屋價格又這麼高 加上一些言論自由 所有東西都在收緊 其實我們和平抗爭了 差不多有二十年 其實是否需要從別的角度來看 這就是我們在佔理期間 不斷大家爭取的問題 其實較早之前都要爭論 和理非非 現在民主派都是繼續和理非非的 他是堅信這件事 和平可以改革 那七十九天這樣收場 大家就知道 始終所謂擁抱抗爭是沒有市場的 但是你如果行動激進 那大家就等死 通常宣傳非暴力的人 你就在暴力陰影底下 你不跟當年甘地那個非暴力的抗爭 那時候他那個宗主角是英國 他相信的法庭 你捉我去坐牢 我們先去法庭 是嗎 大家跟你反分別 你捉我所有人去坐牢 甘地結果是在革命成功 獨立建國之後 是被他自己人所殺 是嗎 馬丁路德金也是 當你提出和平 或者非暴力 你就在暴力底下 如果那個政權本身是一個比較文明 這些還可以說 而你提倡那個所謂和平理性 非暴力 然後上面那個是一個暴力政權 那豈不是 撩鬼拿命死得更快 是嗎 我想問一下 最近可能你都聽到一個新聞就是 澳門從2019年開始 就使用大陸人教版的中史書 裡面就刪了很多內容 六四、文革、大躍進 肯定是刪了 那我想問 如果是香港再被共產黨 這樣名為、自治、實為、統治下去 那他會不會走到那一步 我很擔心就是 香港的下一代 會上學的時候 會看不到 他們應該看到他的事 即是他了解不到很真實的歷史 全部都是給那些所謂的假歷史 去蒙蔽了他的雙眼和洗他的腦 使人覺得共產黨原來是一個很順民意 不會使用他自己的方法去鎮壓逆己的一個政權 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香港呢 由97年到現在 我們先看看教育制度 你說想搞洗腦教育思想教育 我們沒有任何的證據證明是共產黨 在香港的機構或者共產黨 對香港的管治者 有任何的指示 所有 即是這十幾年來 我們看到的這些所謂的國民教育 現在被人推倒了 所有這些事情 在普教中 這些都是這個特區政府自己做的 所以我說 這條戰線不要拚那麼寬 你針對的就是這個港共政權 是不是 你把這條戰線扯到他那裡 就是只能搞的 很奇怪的 你九七之後 中史人不是獨立成科 不是必修科 即是獨立成科 那你搞什麼愛國教育呢 你最容易就是利用那個 中文教育 或者這個中史的教育 去灌輸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但是有一件事又很吊詭 共產黨基本上就是摧毀中華文化 但是你今天去尊孔 是不是 過去這幾十年 你看他摧毀中華文化 大哥 你是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工人無祖國 是不是 所以他在香港 其實在教育方面 我覺得他沒有干預 是你這幫傻孩子自己來的 是不是 好教宗 是不是 自己不懂得說普通話 普教宗 那天我問教育局長 說兩句來聽吧 普通話 好教宗 但是很不幸 整個立法會 只有我一個反對 普教宗的賠款 所有人都投票贊成 那你有什麼辦法 是不是 你看回我投票多久 普教宗的語民基金 的賠款 是我反對 沒有用 一票 全部賺成 他覺得天經地義 普通話 就是中文 生涯 除了普通話 他們覺得天經地義 是不是 就算你在共產黨來說 他覺得你在香港教育當局 有些人 學習普通話 都覺得很合理 但是他沒有強制 你一定要這樣做 是不是 喂 你現在幼稚園 舉行星期禮 他又叫你這樣做 你有哪條法例規定幼稚園 其他學校要星期禮 那你拆鞋 大佬 幼稚園 現在有些幼稚園 已經可以教他 這五星期就是中國的國旗 是不是 但是他會不會說 他們聽五星期的五顆星 代表什麼 可能就不會說 你明白嗎 因為你講的人都不會明白 那顆大星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麼奇怪 政黨是一顆大星 是不是 接著那四顆小星是工人農民 小資產階級 是嗎 民族資產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 那你現在 你跟現在的孩子說 他怎麼聽的 什麼叫民族資產階級 什麼叫小資產階級 都是五星 都是整個人民組成的部分 但是到了反右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就不是 只是總階級 就是無產階級 就是工農 那你那次五星期 就變成三星期 應該 小資產階級 都被你鬥了 民族資產階級 都被你鬥了 我說一下文革時代 好了 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 這三十年 資本家可以入黨了 是不是 給你私人財產 那兩顆星又放上去 可以 其實現在就應該 將工人和農民那兩顆星 抽走 因為工人和農民 是最弱小的一棟 大老 是享受不到整個經濟 改革開放的成果 那如果你給我 五星期 我就會這樣教 教小朋友 你說他的幼稚園教師 會這樣教你 很莊嚴的 國旗 我們要立正 要什麼 必要事 要立眼淚 那這些就是 柴子 大老 最近要提出 中史獨立成果 因為知道壞了 有些人 外國分子就說 不行了 中史應該獨立成果 然後在議會裏面 有參謀 民主派 他是很贊成中史獨立成果 但現在去到現在的環境 他們又在鬼鬼祟祟 投氣 我覺得中史獨立成果 沒有問題 問題是教什麼 中史是可以獨立成果 那就是看他教什麼內容 現在那個洗腦教育 都在進行 不過效果有多大 這是一個問題 我又不是很擔心 當然我們要抗拒 因為始終都是那句 除非你限制那個互聯網 否則我會說很難 洗腦怎麼洗腦呢 剛才你提到梁宇這件案 首先是完送法庭有一個判決 然後是上訴的判決 你說那兩個判決有什麼 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看那個判決的摘要 第一個判決就是沒有說釋法 他只是說有沒有釋法 我也是被署的 第二個是有關決 還有特別在裁決裏面 講基本法的法律違戒 還有你立法會是低的 因為基本法高於你立法會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三權分立 不要跟我說司法機關不可以干預立法機關 我不是直接干預你 我是根據基本法去執行這個審判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變成一個釋法 對他有約束 1.104條解釋的結果 是對這個法院有約束 現在去到中心法院也一樣 所以他的判詞也是你去中心法院 再去中心法院上訴 你也是輸的 如果他追訴 他說基本法由1997年7月開始生效 如果他這樣說 他可以說我可以追訴到那天 你也一分鐘便說 那我原來都沒有做過 要偷翻那百年一次 不會 偷翻那百年一次 沒有 這個沒有可能 但現界的議員裏面 你很害怕 你明白嗎 我覺得也不會 時間都差不多,如果大家,我可能拿多一條問題,如果有人想,就是有一條問題很想問 其實你其次先明反共呢,你們的經費是怎樣來的? 外面有很多誤解的你們,台灣給的,美國給的,搞亂,搞亂香港,其實你們是怎樣來的? 通常我們都不會回應這些問題,沒有意思的,陰謀論有什麼意思,拿證據出來才行 等於我不同意那些人用陰謀論來講清正這兩個人的意思 你都是要講證據,你說他是鬼,後面有誰是誰,你拿證據出來吧 你不可以因為那個結果,然後就去找到一個原因,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經費就是,我先講我們,例如在立法會,你立法會有津貼 我們搞政黨的時候,譬如寫文言人力,我們都有籌款,搞很多活動籌款 到今時今日,譬如以時報來算,我們有兩個網台,我們有一間學院 這些全部都是用商業運作的,我們每年大概是,現在就這樣 以這個MyRadio和普羅,我們有報稅,有會計師核數,甚至乎如果有應譽,有納稅 這些全部都有記錄的,然後那個收入來源,在那個限數的報告裏面有看 我們都是,大部份的來源都是買書,收月費,還有我們做棟篤笑,搞些籌款的活動 那些是另外針對個別的事件,一年我們現在大約,那個營運的都要三幾百萬一年 去年他們的數應該差不多成四百萬 可能最後一條問題是否這位有… 我想問一下,對於這個上訴庭和這個原眾庭,他們兩邊… 即法官他們是不用宣誓的,即裡面的內容,即他們宣誓時候的細節來打的 但我不明白,即現在不是司法程序,是中間沒有什麼所謂 我不明白為何潘禧和戴啟斯都不會就那些事情去解釋 因為不能夠爭論,他們覺得,譬如說我鴨尼州口陰,他們不會接受你 是不是? 我這個意思是… 意思是譬如那些手勢… 他人家不會接受你,戴啟斯和潘禧的想法 所以他要從原則的角度,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沒有錯 戴啟斯,他怎會錯呢? 他只是一個資深大律師,經驗這麼豐富 他覺得這件案唯一可以抗辯的就是要從那個三權分立的原則 和這個法院不可以干預立法機關 因為這個之前有案例,一個案例就是梁國雄,一個就是黃毓民 梁國雄就是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展報 我就司法覆核吳亮星,我們兩個都失敗的 就是梁國雄去到終審法院,即是梁國雄去到我輸的 因為終審法院做了一個裁決,法院是不會管理立法會的事情 根據《基本法》,立法會主席可以自己決定 那個會議程序,你就倒閉了 接著我去司法覆核財委主席,財委主席的職權等同於立法會主席 那我又倒閉了,我還會給糖費 梁國雄花人世費 用這兩個案例,就是法院說了我們不會管理立法會事務 但現在的說法就是,在憲制上,《基本法》是最大的 你違反《基本法》,我是根據《基本法》執行《司法》的審判 那你就倒閉了,不同的地方就是這樣 現在這是一個爭拷的地方 我自己就認為法院一定是受釋法的影響 那到上訴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沒有說受影響,就是說 你上網找回那個負責的責妖很清楚 他說從憲制 他說我不是法院要干預你 在憲制地位上 立法會不是太大 在牽涉到憲制問題的時候 我是有權去審理這些案件 並且作出裁決的 那問題是什麼呢? 你要想一下,你讀法律 那為什麼你要釋法呢? 是吧? 如果你沒有釋法,你只是給法院去解釋104條 那可能的結果是不同的 是吧? 你一釋法之後,法院是沒得選擇的 因為釋法之後,那條條文 你104條就是要按他解釋的版本為準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等於大法官釋憲 在民主國界隆 是法院的釋憲 是吧? 那你是不是任何的裁決 你都要根據那個釋憲的條文 這個是等於釋憲的條文 來的 基本法憲法 來解釋基本法 這個法律位階是很高的 對嗎? 那法院哪可以選擇呢?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就是政治赤裸裸干預 這個法院來看 因為我們不會認為人大常委 真的是一個很獨立的釋法憲證機構 大哥 是吧? 甚至不是選舉產生 你浪費了幾條人 是吧? 他全票通過 大哥 完全反對的也沒有 是吧? 甚至這些條文的內容 是秘書處寫好了 大哥 那就是共產黨已經寫了給你的 只不過通過一個程序 就是人大常委會開始會 是吧? 大家舉手通過紀錄再按 這樣而已 他都照這些程序做的 他沒有說不照這些程序做的 因為他不照這些程序做 你說他非法 在非常時期 例如八九年六四 之前宣佈戒嚴那個 他是北京首都 人民、軍方代表、政治局 擴大會議 這樣通過戒嚴 是吧? 那這個怎麼是依法呢? 你是不是應該去到全國人大呢? 在宣佈戒嚴那裡? 沒有 那這些是非常時期 他不是用非常手段 他都可以解釋得到的 是吧? 那就真是好 好 對 謝謝 好